我們今天介紹這隻 愛馬仕的對不對 中文名稱叫什麼 漂亮朋友 香根草 所有美女的朋友周邊通常都是美女 漂亮朋友的旁邊通常都是漂亮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朋友噴這隻的話 表示你也是漂亮的朋友 噴的也會漂亮 是 是 請問後面那個 他為什麼在這個鏡頭裡面 他是漂亮朋友 漂亮朋友 我說你啦 那我先離開 我先離開好了 老夫齁 老夫子 這一隻有沒有聞過 老實講我賣很久也沒聞過 很好奇 這個是愛馬仕的什麼系列 愛馬仕又跟那個 那個什麼 琥珀甘橘那個 對同一個系列的 橘綠之泉那個系列 橘色 他是有故事性的系列 故事性系列 對 什麼尼羅河花園系列 那是花園系列 對 那這個故事 這個漂亮朋友 他是那個 默迫商小說的一本小說 對 然後他其實在講一個 就是 類似一個男生 然後是 類似現在講的白話 就是渣男那一種 對 然後他就是會 靠著他的 姿色 對對對 然後可能去 去交一些女生朋友 這樣子 無意反而是嗎 嗯 你會被弄解嗎 怎麼會被弄解 剪掉剪掉 我那個凡是 凡傳不凡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 對 他就在講這樣子的小說的內容 然後把它 呈現在這支香水裡面 對 所以我很好奇 他是什麼樣的味道 所以這是渣男香 嗯 可能他那個時候吧 是 但是他說 我們現在白話是渣男 但是那時候其實他 還是一個 就是帥的嘛 是 因為你要 靠姿色去 對啊 教那些聖 喔 那些人是 那這個一定要叫 教委哥來啦 教委哥不是 不是這一條路線 不是這一罐 哈哈哈 教委哥是 跆拳道路線 對對對 你注意一點 我跟正一下 那叫空手道 空手道 空手道 冠軍路線 對 那試試看 所以這是南鄉嗎 對 他是歸類的南鄉 而且是 香根草 我最近非常愛香根草 我們拍了好幾集 關於香根草的 非凡香根草 是 是 哦 這瓶子好看耶 哦 對 你看 然後他後面呢 有畫 有畫 哦 OK 這個是鏡子裡面的自己嗎 可能就是他小 是嗎 對對對 沒錯 很像他在整理他的服裝 有沒有 哦 OK 非常古典 那他裡面的 好像是小孩子的樣子耶 你看 哦 哦 真的哦 可能就是年輕的男生嘛 是是是是 噴了之後變年輕 可能 然後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來一下他要香掉 牙皮香 你查一下 好 漂亮 老闆先都會導演 一定先對 先來試味道 好 旁邊有小手說 哦 這個香根草不錯 小手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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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開始就舒服 但是帶著一些微酸感 嗯 對 嗯 哦 哦 欸其實還不錯耶 是啊 對啊 而且是也蠻明確的香根草的味道 對 算是清透的香根草 對 它不是土味很重的香根草 不過我聞到它的木調蠻 蠻明顯的哦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名字 取得太女生化了 對 漂亮的朋友 很女生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女生買回去會很失望 因為其實它是比較 呃 香根草 草 草根味比較重的 對 對 還是偏男性 對 它是反而偏男性的 而且一開始有一點辛香感 嗯 一開始有種辣辣的辛香感 是 來我幫你 嗯 這隻感覺很適合冬天 哇 而且你看這個愛馬仕的logo 這很溫暖的香根草的感覺 對 這隻 好 很溫暖的香根草 是 來香調幫我們帶一下 有香調裡面有 俄羅斯皮革香根草 懶香 琥珀 懶香最近好常出現哦 嗯 昨天那個 拍六隻就有三隻是懶香 有那個 橄欖的藍哦 對 橄欖的藍 然後 康海星豆蔻 剛聞到的辛香感應該是豆蔻 嗯 冤尾香草羅勒 果子梨 廣過香 OK 一些 嗯 果子梨 那個梨是 動物的那個梨嗎 對 是是是 對 果子梨啊 真的耶 果子梨 白鼻心啊 白鼻心 白鼻心 這個中厚調 又再更好一些了 我現在聞到有一點 香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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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它只是提味啦 不代表它有那種 對 食物的香菜的那種味道 對 因為很多人好像 對 超過一半的人 對都是不喜歡香菜 對 嗯 很舒服的 草根 還有帶一點木頭 嗯 這個木頭是白色 跑起來是白色木頭的味道 這個就應該是比較 售價沒有這麼高的 跟那個什麼非凡香草草 那個 要太貴 在矮一階 對 在第一階 這個大概定價 六千左右吧 也是不覺得 只是比較起來的話 當然就沒有 我們來買四千左右 來我們那個社團專家 分享一下 這一支 你第一次聞嗎 聞到這一支 聞到這一支 最直覺的感覺 聞到這一支 撇開漂亮朋友 比較女性化的名字之外 你說都沒有看到它 只是聞到味道 對 其實它也是一個 乾燥的香根草 它也是 其實有點複合香調 它有不同的辛香料 不斷的 去讓它這些 所謂的 香根草 比較單調的一些草味跟 米土味 是 有了不同的面向的呈現 是 嗯 對 你覺得在什麼 長河 適合這一支 其實夏天可以噴 這個我覺得夏天可以噴 這個香金等級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 這個是 在那個 他們的 這其實太香水而已耶 對 這個事實上在他們的 專賣店才有的 對 那 了不起你有可能 有機會在免稅店 有可能會看到 但是也很少 多半是在他們 愛馬斯專賣店才會有 沒錯 那CINDY呢 覺得 女生紋這一支 女生紋的話 因為 曹哥他比較喜歡 烏木類的嘛 所以我 味道比較重一點 這支 我是女生穿 其實我覺得可能 會重一點點 OK 對 如果是女生穿的話 就是他不是 但他的 我覺得他在偏 因為一般我們香根草 可能會有那種 清爽啊 然後 涼意的那種感覺 他的這支比較美 他就是 把加了一些 豆蔻啊 辛香料 那些香味在裡面 所以會覺得比較 再溫暖一些 所以他不是屬於 涼的像 麗香眼藍那一種眼藍的那種感覺 嗯 那你覺得在 什麼場合 什麼穿著 何時用上這支 覺得他有點古典 就是 那種味道就是 比較 比較經典的味道 然後可能 適合晚上吧 OK 適合比較適合晚上 適合比較適合晚上 還有皮革的味道 哦 有啊 還有皮革 已經開始出來了 而且這一個 中調比前調 剛開始 更好聞 我覺得他一定 開始穩定一下 嗯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 其實還算很棒的香根草 對啊 因為他的 味 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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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說你弟弟啊? 我弟誰? 你弟弟啊? 我弟 以辰啊 以辰的弟弟 以辰 就是話不用太多 人家就知道這個就是 他光笑起來就好看 有這種吸引力在 對 而且他中後調越來越好 好不好 那當然不要 還是要再提醒 不要被他的漂亮朋友這個中文名字騙了 我覺得他取的並不是很貼切 所以你光看名字你沒有聞過 那可能就會霧彩到雷了 名字有點偏女性化 但味道其實是往男性 對 那事實上這個我覺得是偏男生 但是女生如果你敢穿的話 我覺得也會有特色 就是要穿著比較個性一點 皮衣啊那種 嗯 嗯 好 我們先前調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待會再回來 我相信他的後調一定也很有特色 好 好不好 那就 待會見 漂亮朋友 如果你是漂亮朋友的話 就記得回來 好 因為我發現我的影片數據 大概大家看到 三到五分鐘就轉台了 真的喔 對 現在數據也會 會出現他看了幾分鐘 我現在有在盯個數字看 真的喔 那 也會有告訴你說 這個影片的曲線走法 你到第一分鐘的時候 曲線一直往下滑 然後你到第一分鐘的時候 曲線是維持的 都有 分析一下很厲害 好不好 所以我們大概前兩分鐘 就要講重點了 重磅了 OK 那之後就 你只看兩分鐘就出來了 對 那三分鐘之後開始亂扯這樣 好不好 對 想要聽亂扯 再繼續聽下去 好 OK 待會見 拜拜 漂亮朋友 漂亮朋友 有 愛馬仕漂亮的朋友回來了 回來了 各位漂亮的朋友有沒有回來 有 沒有回來的就不是漂亮的朋友 好 鏡頭再走一次 因為這個 又改變成電影 喔真的喔 真的喔 這本想說 這本想說 木破箱想說 好 分享一下厚吊 什麼樣的呈現 豪哥 其實它給我有一個驚喜的感覺 就是因為 我們知道愛馬仕的香水通常比較線性一點 是 但是很少會有 除了大地之外 很少有富裕的味道 這個讓我有真的是富裕的味道 讓你有驚喜到 對 驚喜到 對 而且它的變化算是 走的算快了喔 對不對 對 而且我覺得它厚吊越來越 越美好 嗯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有有 那女生說說看 這個渣滿渣不渣 滿渣的喔 哈哈哈哈 因為它厚吊有 你為什麼看的導演講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看的導演講 對 它的厚吊你仔細聞它有一點點 帶一點香草 甜 對 然後其實我有看到有些香品師 特別在講說 這個 雙男一定也是要帶一點甜的啊 對不對 是 女生才會喜歡嗎 會講話 就是 因為它其實是在 像說 它這個小說這個電影 它其實也是在講說一個男生 就是靠著它的美色去 男臉 對 男的 因為他就是 很帥嘛 然後 他一開始是一個沒有默默無名的人 然後去認識上流社會的貴婦們 然後一步一步到場面 真的啊 少了20年的奮鬥 對 對 對 雖然是 我們不要去認同這樣子的那個 但是它的香水 有呈現這樣子的 香料的材料在裡面 就是它厚吊有一點 帶一點香草 對 所以以後要去高局 高 比較溫潤的感覺 高局的聚會就要噴這個 是 高局的 高局的 跟明媛出去 上流社會 上流社會 OK 那跟維園出去要噴 維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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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噴冷泉 因為我要不斷冷靜 哈哈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快不要氣死 哈哈哈哈 說過天啊 你 對 吃這隻 對啊 對啊 我要噴冷靜 因為不斷冷靜 對 這隻是很磁川的一隻 對啊 而且它是算是J11 它本身少有的下重口的香味 就是這一隻 J11是誰 J11就是做那個花園系列 那個大調香師 了解 花園系列暢銷 對 暢銷幾十年都還是暢銷 對啊對啊 所以它刀分做的都是比較清淡掛的 是 花園系列 然後像那個 它有一個高定系列的雲南丹桂 那個也是他做的 哦 雲南桂花紗 對對對 也是他做的 這麼厲害 那個好聞 天啊 對 他做的非常多 還有你有跟我們分享這個 做曲折是誰 才知道他的好歌 他很厲害就是 他可以把很複雜的香味 綜合在一起 讓你聞出來不會複雜 哇 越簡單越困難 對對對 一直按部就班的呈現 對 它的那個豐富的香彩 嗯 沒錯 對 我現在聞起來 它是一個乾淨舒服的 物質調 然後就是你說的帶有一點 小小的甜 0.5分甜 就是我剛剛講說 你需要靠著你的微笑 吸引人 有時候微笑就可以很迷人 對不對 笑起來很迷人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類似它 要表達的 嗯 這個香根草的味道 這樣 好不好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今天 對於厚調的介紹 那分數呢 我們拍了這麼多香根草系列 這一支 你們會把它排名排在 多少 0到10分好不好 8 8 一樣 一樣 還是8 好 它讓我有驚喜的感覺 是 那 我覺得它這個厚調 當然沒有我聞這個灰色香根草 或者是FM的那個 非凡香根草的厚調來的 來的 來的 完全不同的路線 對 那 但是這個我可以排到第三名去了 因為前面兩個香根草 是在 讓我印象太深刻了 那這個大概就是在第三名的位置 嗯 對 快速拉伸 不錯 對 很快就到第三名了 厲害 好 這一支真的很少人介紹 所以也很少人了解它 那我們 責任就是要把它 嘗試 聞 然後分享給大家知道 更多的認識 千萬不要被它的名字騙喔 漂亮朋友 漂亮朋友 不是女生喔 不是女生喔 是 天男生 小帥哥 帥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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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帥哥 好不好 笑起來甜的米死人的帥哥 這樣好不好 OK 那你看所以這時候 夏利豪哥就知道不要講話 對 不再講話這樣 看著你要不要怕你講的 對 因為我一直都是兇神惡煞 我一直在想 這個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對 OK 好 希望你們先 拜拜